我 我那孩子放眼的 那酒气那么重 没穿的我怎么办 前面 我的酒气啊早就好了 那小超 给你喷一下这个酒气喷我 免得叫啥看看 鞋子喷一下 嗯 妈你今天去买菜呢 那是我买的 你妈哪来的 哎我妈来的 他在买 你妈他来一会儿都走了 好不容易呢他呢 都给我们自己菜 你妈也是 大了一点来就送这种菜 我们这里也不是买卖的 哦 哎呀 你说话你妈 下一回来呢 叫他走色哈穿干净的 你看穿得土里土气的 给我们赞你年纪 看到你 好专门面子哦 我知道我们小超结婚这么多年 你一直说我两家人穷 高奔不及你们家 但是妈 你别忘了 我们家吃的米跟菜 都是我妈他们拿过来的 妈 我就想问呢 你给个我妈一振一钱了吗 这人穷啊 他不可能穷一辈子 富呢 他也不可能负一辈子 一个人再有钱 也得学会珍重别人吧 别总是一副神情的人样子 耶小娘 你说怎么给妈说话呢 没打没笑呢 小面 我不说你了 你最好跟我别罪 你别忘了 我在这个家的女人 你要想在这个家呆呢 你就得珍重哦 要不在我随时把你赶出去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吗 那么我少时都是结婚的人呢 一点咋扮的花子 然后不晓得咋扮给哪个看 哇 我业方那个表妹 我们很多年没有见了 他今天要我去吃饭 你帮我带家加油嘛 那你今天就回来 妈也高些呀 带孩子那么辛苦 你还是别让他带了 加油都已经五岁了 生活上呢 他也能吃你 带他 你不会那么辛苦呢 妈那年时间 妈你不是越给的王阿姨 今天去当麻将吗 对啊 我和王阿姨他们都要好的 你马上去啊 嫂子 你自己的孩子还是你自己带 别老是麻烦老人家 你家人呢 还是分清楚点比较好 再说了 你还不是可以带你加油 一起去吃 妈 既然你不愿意带 那我就打电话叫小子回来带 喂 嫂子 把你车钥匙拿给我 我要跟我朋友出去玩几天 不好意思 不拿 小兰 你也太消息了吧 小兵 今天早上你不是自己说的吗 你家人还是要分清楚一点 我自己买的车 我凭什么拿给你开啊 妈 你看小兰嘛 他拿那个车怎么开几天他都不改 小兰 你就拿给你们开几天嘛 你家人 中国天天去教了 你这上司是中国当的 妈 你永远的只会偏向你的亲女儿 以前做业子的时候 你去照顾 知道把他的孩子照顾到上幼儿圆 我做业子的时候 你不管不问 也不打把手 孩子都已经五岁了 你有帮忙过一天吗 你随时刁难哈 从厨房上面说好话 等你以后老了 还不是指望我跟你养老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吧 有刀了 你怎么刚刚拿过的 来 扶到这里 好 哎哟 别拿把你不用得上呢 兄姐 你天天把电话做一个又一个来 你认不得我哥是浪漫啊 哥 你的刚刚一下车 你到底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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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我问你 你出去几年了 五年了 总哥 五年 那我问你 你回来了几回 两三回啊 哥 你好意思说 你都出门五年了 才回来两三回 对啊 自从你出门两天开始 妈呢 是吃不好 睡不着 他天天叫我给你打电话 就是想让你回来 他想看看你 拿着这个电话我也打错了吗 妈都七八十岁了 他还能看你几年吗 这些年 我没回来 你们不是把妈照顾得好好的吗 矿钱 你们也知道 我公司刚刚有点气色 员工还没多 事情又那么忙 我哪有时间回来照顾他吗 哥 吃钱重要呢 还是咱妈的身体重要啊 小男 我当然知道妈的身体重要 但是我没钱 我怎么回来了 照你这么一说 马上就生我这么一个儿子 行吗 明天我就跟小男出去外面打工 每个月我给你借一万块钱 你来照顾吗 你还给我打一万块钱 我每年打几百块钱 叫你给妈买点好吃的 好餐的 也没钱你买啊 哥 我我跟小超 一直做到这个破坊 为了照顾吗 我们没有经济收入 想去城里买一套房子 都没得钱去买 你不是挺有本事的吗 那行 你把妈借走 你持后一个月 那我就持后一年 兄弟 你这不是故意刁难过吗 矿钱 你知道我公司那么忙 你还想我把妈借走 哥 你知道吗 妈在我们的住事物呢 每天的吃货拉扫 不都是我们的精心照顾着吗 你呢 打坐在外面挣钱的荒子 一年打过两几百块钱回来 就像小春了 这五年来 我们为他照顾吗 门都出不到 钱人也转不来 我们反而成了坏人 你成了好人了是吧 我告诉你 老人让我们小 我们就应该养他们了 在这作为人里 不过吹起个罪子和义务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吧 哥啊 这些年 我们为了照顾妈 为了照顾这个家 小超呢 你挺不容易的 我希望你有时间 常回来看看咱妈 别等咱妈走了 给自己留下遗憾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嘛 淡淡 你手头捏那种东西 我看你看那种东西 你拿这东西开闹了 哎 哎 你拿这些年少事情 妈 你别太过分了 你给我剪辑了 我就不剪 我看你会办法怎么样 妈不给你剪辑 还想对妈做手 我看你怎么样子 我警告你们 我可不是好者的 哎呦 我们好害怕哦 你给我们的东西去 你娘家 你还有你呢 你去什么过来平民里 看是你有的 还是我没有的 哼 偷 我拿我自家的东西 关你什么事啊 你啥什么东西啊你 那你要看什么东西啊 我才是个家的一家支柱 你都没见过我同意 你拿这些东西 你就是偷 你就是嘴 妈 我拿我自己的东西 为什么要经过你的同意啊 你别忘了 这个房子的房子人账 是我的名字耶 在家里面所有的东西 我都有权利去除你 我信的话 你喊你儿子来平民里 到底是你有你 还是我有你 还要过来平民 我过来就要听你呢 别忘了 这个房子也有过你一半 我们才是我过你家人 要不是这个房子 有你过了一半 你以为你还能在这里待吗 我告诉你 你要是想继续在这里待哦 你最好跟我闭上那个嘴 妈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咱们啊 对将心比心 你别忘了 你也是有女儿的人 难道你希望你的女儿出家之后 对你不问不问吗 我妈为我吵了了一辈子 我给她买点东西 给她买点吃的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妈 将来我也会这样孝敬你呢 如果你在这样呼叫漫山下去 就别怪儿子对你不讲情面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吧 小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